举骑驻魂 锻造公安铁军 金手初心 拥抱魏民情怀 戳力奋发 赌行不待 再起新征程 更续前行 奋集征仙 建功新时代 天网栏目系列节目 忠诚祝平安 即将播出 您好 房秘阳20 西土路配合所 驯魔手 方所驳驾 西土路快速所收到 2022年9月16日 这位老人独自出门散步 却迷失方向 无法回家 当时那位老人 90多岁了 问家庭住者女叫啥 都说不上来 包头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 110接触警大队 接到群众报警后 指令接面直勤地派出所民警 火速赶到了现场 上车 上车 我送你回家 当时我们要不及时出现的话 老人可能要存在很大的隐患 比如走失呀 或者车辆碰撞摔倒 我问您一下15栋在这个院里 好的 谢谢啊 在确认了老人的准确住之后 民警一路护送老人回家 哎 大家下车 慢点儿 不着急 慢点儿 站好 站稳了 站下 别满月了 给他记一个那个啥 给他写个字条下去 有人知道他在这儿 有人不知道 装个小板板 或者写个小点话 说的你在石栋 最终老人平安地回到了 交集的家人身边 包头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 110接触警大队 承担着全市的接警工作 和警力调派任务 您好 包头110 您好 请问您报警有什么事情 小小电话线连着千万家 接触警的工作 就是要千方百计 解千人忧 化万家难 从110的接警电话一开始 到拍警 到出警 到处置 到反馈 最终由110再完成一个 整个全流程闭环的管理 然后让老百姓能看到一个 很完美的这么一个 接触警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就是我们其实最想做的 也是应该做到的一个工作 请问您在什么位置 从全程闭环 到整个过程的完美无缺 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却是千头万须 包头110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破除组织 打通关节 原来我们包头的市五区的101报警 是由我们市局情人中心在负责的 那么原来还有旗县五区的 五个10报警服务台 这是由各旗县区的指挥中心负责的 2021年包头市公安局在全市范围整合接触警力量 推行一体化接触警 将分散在不同期限区的接警平台 接入到同一个系统 第一个要打破警中和地区的壁垒 一个城区市局要调度所有的期限区的警力 而且是要调度它调度到每一个期限区的派出所 到民警 首先量上来了 量比去年就 因为我们110、12还有旗县五区的警 全接进来了 大了有一半多 原先比如接的15万瓦 现在就接成22万、23万 升值25万 它就量多了 然而十里不同风 百里不同俗 包头市连同各个旗、县、区 总面积超过了2.7万平方公里 人口接近300万 每名接警员都必须成为熟悉社会环境的百事通 成为熟悉路网信息的活地图 从拿起电话听筒的那一刻 就要时刻想着如何避免小事变成大事 避免小烦恼升级为大冲突 这是110接触警大队 每一名接警员进门必练的基本功 如果接到这种警情的话 大家说怎么处理 弟子怎么问 警情怎么问 有逻辑 这工作呢 就是要精细化 怎么问更快 怎么问更准 怎么说 更能够领导报警人最快速报完警 然后又准确地找到他 怎样去得报警沟通 如何派对面情呢 简单 首先应该是先安抚好或者是情绪 需要我们去安抚的 一定要第一要求派的派所第一 一定要快 第二去了以后 不能激化矛盾 一定要在现场对报警进行安抚 我们平均速度基本上在80多秒 80多秒就能完成一个警情的记录 派单 实际过去可能一个整个工作下来 大概是两分钟 一百二十多秒 一百秒以上 这段时间之后 我们的出警速度已经从平均的13分钟 提高到了6分钟 西土卢派所收到 给我弄了满车的图 接到110接触警大队的调度指令后 民警就找到了报警人 当时到了现场以后 这个玻璃确实是烂了 而且上面全是土 然后孩子呢 两个小孩在那玩 像未成年 咱们首先是去保护他 因为六七岁的孩子 咱们不可能就是针对孩子去问 因为怕把孩子吓着 所以咱们首先去跟这个孩子说 让孩子联系家长 别害怕 没事 我们问问情况 那个你去把你父母叫下来吧 你父母电话多少 要不我叫也行 你俩是一家 他俩刚才凉土 可能把这个车 把人车弄脏了 是吧 弄脏了 那个咱们一会看看监控 看看监控 这因为也不是啥大 没事 也不是啥大事 是吧 到时候看看是就是 不是那个啥 咱们就不是 要如果是的话 商量商量 别把两个孩子吓着 原来两个少年在玩耍时 不小心将沙石抛洒到了车辆的前锋档上 导致了车辆受损 全是你俩的销售员的 用再看看吧 家长不能质疑 还有质疑吗 通过调取监控 给家长看 然后孩子也承认了 车主也表示孩子们理解 我们也给车主做了一部分工作 这个警告到最后 双方已经达成赔偿协议 双方已经达成赔偿协议 然后车主也表示 修车不追究了 这个监控我们会考进来 反正也就这个时间段 也就他俩在旁边玩 一件烦心事 就这样被民警成功化解了 接警要快 出警更要快 包头市公安局 110接出警大队 不但要在最短时间内 发出最准确的指令 而且要用最优流程 完成高效的警力调度 为了更好地提升 卫民服务的这种质量 那么我们在全市里 建立了106支 巡逻防控队的队伍 人在车上 车在路上 有警出警没警 那你就到你的 治安复杂场所 也就是警情最多的地方去 106支巡逻防控队 虽然分布在各个旗线区 落户在各个基层警队和派出所 却由包头110统筹调度 统一指挥 通过一声令下 一呼百音 就我一喊 所有这个区域范围内的警力 全部都喊通 那么第一时间 接收到110的指令后来 巡逻小组的会第一时间出警 有效地提升了我们出警的速度 只要谁里得进 谁都有可能赶回去 所以我们能最快的速度赶到 那你要能认真的第一时间赶赴欠场 他又能第一时间去处置 能快一秒 他就能提前一秒见到我们的警察 接受到我们的帮助 其实这就是我们核心要义工作的时候 出警的过程中的全程的声音画面 都能回传到我们的清职中心 您好 包头1048号接警 您好 您那个火水热发送通 您好 您怎么了 到底有什么事 您车是被人踢了几脚 不是管送的 是吧 您贵姓怎么称呼 在发区的高新发源 是吧 启动 启动 包警人描述的事故并不严重 但是他的情绪却很激动 车门重新闹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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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也知道自己错了 然后也主动就是承担赔偿责任 双方也互相达成了谅解 然后 要能开发票 就是开个单 接警迅速调度准确 加上民警现场处置细腻 当事双方的不快 烟消云散 除了争分夺秒的硬本事 凭借点滴信息 接警员还必须能够敏锐辨识 报警人情绪的细微变化 从而准确判定 报警人的真实状态 第一天的时候我们领导就说 我们是生命线 你们从来不要认为 你们的工作是简单的接警和排警 因为你在接电话的时候 你就得全声性 这个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这个声音上 大脑就会呈现一种画面 然后通过你的想象力 还有这个听 你的画面就是一个几个 就像演电影了 这块是地址 这个地址在什么地方 我如果要是很熟悉 我画一下就把接警 它就当到我里形成了 那种画面就在你的脑海里 就散现出来了 你们接得越及时越快 问得越详细 那派出所的同志 就会去得更快 你好 我是八头110 是呢 你怎么了 你男朋友不要你了呀 你现在怎么样呀 你有什么事情吗 电话的那头是一个年轻女孩 无论民警怎么提问 她一直语焉不详 那你现在在哪儿呀 你能跟我说一下吗 喂 你好报警请讲话 喂 喂 不想说话 您也得跟我说 您报警是什么意思呢 对 没有人这样认为 我们现在非常想要帮助你 我们现在立刻派警过去 好吧 光辉小区派出所巡逻组 这里是黄河 在光辉家是酒店楼顶 立即赶往现场 收到请回答 光辉小区派出所收到 现在立即前往现场处置 来 快点 快点 走 走 走 赶紧 报警的年轻女孩 此刻就在这栋楼的楼顶 民警必须尽快弄清她的状态 并迅速确定处置方案 黄河 黄河 光辉小区派出所 出去民警已经到达 光辉家是酒楼顶楼 收到请回复 光辉收到 老贾 你从那边 你从那边搜索 我从这边搜索啊 收到 收到 不要激动啊 控制情绪啊 现场的情况瞬息万变 年轻女孩的生命安危 牵绊着民警的心 虽然民警极力劝导 或许是因为 刚刚经历了情感上的波折 女孩仍然深陷在 固有的情绪中 咱们不需要走到这一步 那你说 然后我们也是趁其不备 一个人在那里吸引他的注意力 然后另外一个人呢 就是趁机上去把他解救 目的就是 把咱们当事人保护好 为人民服好 黄河 黄河 现在当事人已经被 光辉小区派出所 解救下来了 收到回复 虽然女孩被成功劝导下来 但是民警还要耐心地 做做思想工作 让他积极地面对生活 老百姓在最危险的时候 最紧急的时候 最困难的时候 他想到最直接的一号码 我相信都是120 所以我们永远是手底的 任何时候你只要遇到困难 遇到特别紧急的困难 打的电话 我们中国老百姓 肯定是打110 包头110通过构建 立体交织的防控网络 搭建快速 激动 可视化的服务平台 不仅对违法犯罪 形成了强大的震慑 还为服务当地群众 构建起了方便之门 让群众切实感受到了 平安包头的魅力 2345这个连动工单 小伙转办的工单的情况 2020年 包头110 与12345 政务服务热线 实现了融合联动 从那时起 警务信息和群众诉求 得以全域畅通 全面覆盖 在这里 不仅可以接入 全市所有社会服务 举报投诉 监督咨询类电话 还可以接收市长信箱 和来自包头日报社 包头广播电视台等 媒体单位反馈的问题 怎么能够更好的 为老百姓服务 更好的发挥 10 在紧急事件方面的 这些 快的特点 所以呢 让10和12345去 打通它的数据 打通它的化为业务 还有12的 都有 对 都有 请自己的公道 10给你们转办 现在怎么样呀 也可以是吧 也可以 老百姓只要求助一些 非公安机关求助的事项 我们通过我们系统里 增加了一个按键功能 直接一键 转到12345去 如此一来 许多单纯由12345 政务服务热线 承办的求助事项 因为增加了110的机动性 服务的效率 大大提高了 拔点 拔点它 东西的 这边 我说拔点啥 没别人去擦 有一次 一位热心市民反应 包头接面的一个井盖 出了问题 让这位市民没想到的是 电话拨出后 首先到场的 竟是110调度的 直勤民警 当时有一个井盖没有 我们公安机关 先到现场设置了一些提醒物 然后这些井单呢 我们通过我们的联系台 再转给12345 也转给 有12345再转给我们的相关 政府智能部门 但是心动过后的一些代价 我觉得咱们还是得了解 刷单 做个任务 刷个单 点个赞 近年来 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类 警情的高发多发态势 包头110接触警大队的民警 通过多种渠道 利用多种形式 积极开展反诈宣传 APP 对 这样吧 电资的这种情况 你也不要 电资更不能电 对 你电出去以后 你这个钱就能不能收回来 真的是不一定的 不过 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 花样翻新 层出不穷 除了通过宣传 广泛揭露不同的犯罪手法外 如何精准预警 更是整个反诈工作的 题中应有之一 赵姐 刚才接到市局情史中心 发来的这个五行上门预警 有个钢铁大街7号街坊 正强国际B5座人民保险 有个涉带的这个诈骗 咱们需要上门预警一下 好的 等我穿一下单警装备 我们一块走 预警就是要确保 每一个预警对象 都能及时与民警 达成线上或线下接触 避免财产损失 由于这个电信网络诈骗 这种方式的不断地翻新 预防起来 或者是打击起来 是非常困难的 根据新时代的 这个社会治安的特点 我们也从2021年开始 我们提出来了 10加紧急支付 加预警阻断的 反诈预警新模式 请到前面 到了 到了 就这个 我们到这个环线 我们这是包投资官员科医录派事所的 我们预警到你的手机号 最近总是登录这种设贷的一个网站 我们这预警这是诈骗网站 您看您是不是最近老实登录 因为最近 是的 你这个不要再登录了 贷款的话 你就上这种正规银行 因为这种网上的全是这种诈骗的 不要上当受骗 因为民警的及时出面 和果断预警 这名群众才看破了诈骗网站的伪装 避免了上当受骗的可能 包投市公安局请指中心110接触警大队 和反诈中心合署办公以来 通过110加紧急支付 加预警阻断三位一体的打防体系 有利压降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高发态势 截至2022年5月 包投市公安局请指中心 共受理电诈预警95万多次 紧急支付28000多次 支付金额达9.84亿元 车达9.84亿元 手机是马上就关机了 你好 嗯 有什么事 那不要了 不是有什么事 不用了 怎么了 我就想让他 如果撸开就行了 也不用对他 行 没事 我们局是这一块停车 我们是治安检配个这个交警官 行 小虎 我找车位 喂 你好 我找了好几圈 是什么好车位 你好 我是福西路普安所民警 是重的 有个你的车现在挡着别人的车了 麻烦您挪一下 好的 好嘞 好好好 好嘞 好 这是有点黑 你拿手电照一下就能看着 这车高我有点爱 人民公安为人民是公安机关的初心 人民公安服务人民是公安机关的使命 包头市公安局请指中心110接触警大队 着眼群众所需所盼 着手最基础的接警派警 着力关乎民生的小案 小事 小情 小节 千方百计为群众疏危解困 也让每一名民警 赢得了群众的信任 收获了荣光 大家再提醒一点 无论到任何情况了 保住自己的银行卡 保住自己的密码 对 大家要这个人以后 贪困就来了 来了以后 这检查是个问题 把这个老人说在医院检查了什么事 一大电话 在这111就来了 我们现在这六年到九几十五11了 这三十九11了 112那肯定不安事呀 我说你们和雷锋 你们这彻底为人民服务了 马上就到 真是好样的好样的 谢谢 给那个大电话 再接累不了 我们这地方要为家老的 家有要求 你能让苗怪天啊 后来给那个1235 你打电话 让苗给他说 对 全都解决这个事了 全都解决这个事了 所以说我这都是 就打过这一回 咱们就算一回了 把我的大困难叫做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一打110 110就过来了 社区工作人员过来了 把这个影话就拍出了 让我们居民的 NIG热月 正常的工作 正常的生活 挺好的 你们110 这个工作非常到位 1235 谢谢 也做得非常的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